巴西卡车司机皮工自行车程有效替代交通工具 巴西卡车司机皮工期间 4%平常以习惯骑自行车的人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并且证实住在大城市可以不依赖汽车 李约联邦大学UFRJ公布的巴西的自行车经济报告指出 62%在圣保罗市将自行车座位日常交通工具的人 平均骑一趟的距离为7公里 而50%的捷运乘客通行距离为5公里 显示自行车是便利又环保的交通工具 巴西自行车联盟Eli Anka Bike 督导古德Daniel Guth 表示 推广民重骑自行车的目的并非有新丑化汽车 而是圣保罗市内的却有很多自行车路线可以使用 只使用自行车和电动车在大圣保罗的区 提供快递服务的公司Cocbono Zero指出 卡车司机皮工期间 燃油最吃紧的时候 公司业务瞬间提高300% 5月21至26日皮工期间 圣保罗办公大楼集中的商业大道法利亚利马 Forealima的自行车专用到使用率提高17.5% 自行车共享服务平台Bixi的累计服务数量一创记录 为鼓励民众使用自行车 李约、圣保罗、雷西夫、Racifa、快乐港、Porto Alegre、萨尔瓦多和好景市 Belo Horizont的公共自行车租用价格 也从每天巴西币5元降至向止性的收费0.10元